咳咳ư 翁熙你好像今天才从那个日本 吓飞机到台湾 是吗 对 哈哈哈哈 你就不要离开 我在这个期间哦 这个两三个礼拜之间 飞了好像三个国家 呃 我好像先去 等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有口罩嘛 我 我认识的人 在韩国 就是中了这个 午晩肺炎 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發現到街上很多人戴口罩 這個是一個不正常的一個情景 因為在台灣的話你會看到捷運上啊路上啊 其實都平常就很多人戴口罩了 但在馬來西亞啊 不會有人戴口罩 但是這一次真的是好多人戴口罩 我在台灣的朋友一直叫我 跟我說要在馬來西亞幫他們買口罩 但馬來西亞沒有了 然後澳洲我姐姐也跟我說在馬來西亞買口罩 因為澳洲沒有然後馬來西亞也沒有了 日本的狀況到底怎麼樣 這是蠻差的 而且我覺得日本很可怕的是日本人真的 就是因為之前是台灣是SARS的影響嘛 所以是他們台灣這邊是有做好準備 但是說日本這邊是大家都還好的感覺 就是路上戴口罩 就不會覺得緊張 對還好 就反正有一點跟那個什麼流感這種感覺 明白就覺得它是一般的好像感冒這樣 然後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很毒的 很恐怖的病毒 對對對 雖然是大家就是跟著流行買那個口罩 但是這我路上看到的人好像是一半一半 一半的人戴口罩一半的人沒有 那妳有戴嗎 我一直戴喔 一直戴喔 我沒有藏心日本 一開始發現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打電話回去跟我妹講說 你出去一定要戴口罩 然後她就覺得說還好啊 哪有那麼嚴重 然後她出去跟她朋友去玩 去過節 很多人的地方都沒有戴口罩 對後來發現我們家的那個省旁邊 就越來越多人得了武漢肺炎 然後現在他們那邊要隔離一整個尊 要隔離你起來 所以我妹就嚇到了 然後現在看去買怎麼 去買口罩買不到 買不到口罩 然後如果有的話就很貴 貴了好幾倍 哇天啊賣貴 很貴 因為香港跟大陸就是很近嘛 所以很快那個過年的時間 我看到路上的人其實已經全部戴著口罩 而且還很講究那個口罩 是不是N95啊 還是什麼類型啊 而且會戴那個手套 我的手套也一樣 就是手套好像夜市賣東西的人 不是都會戴一個紫色的那種手套嗎 在路上也會戴很緊的那種 而且也會看到他們戴那個護目鏡 就是透明 透明的那個好像在那邊實驗 因為他是從那個眼鏡也會感染對不對 對就是那個連模 對他們會全副武裝 戴手套戴口罩戴那個護目鏡 才出門 好誇張 變化的是以前韓國人真的很少戴口罩 除了那個春天或是秋天 那個中國的那個黃沙過來的時候 平常沒什麼你感冒也是有些人不會戴 或者是你咳嗽的時候 也是頂多這樣咳嗽 但是現在大家都這樣咳嗽 或是用擋住 為了大家的健康 所以這些方面韓國有變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變化 我跟你講 你幹嘛要戴這個 沒有現在就要準備就是這一個 乾洗手 但是你會發現到我都還沒用它 為什麼 因為我的女朋友說這個是 一邊不死之虛 要省著用 要省著用 吃飯的時候用 對然後盡量如果看到路邊 知道有那種購物店 有那種購物店 有的話先用他們的 這個一邊不死之虛 要真的需要手 才是哪有 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在馬來西亞買的 我一開始 我跟你講是有那個 慢慢變得越來越不一樣了 一開始先是 口罩買不到 然後到最後是乾洗手買不到 然後但這個是我問了很多家之後 欸他有買單 還不錯 欸等一下 怎麼辦 欸那個 欸這個三位好熟悉喔 欸可以 不能了不能了 這個我要省著用 對 然後這個就是櫃檯 你還可以買一人 只買一罐這樣子 不能不能 不允許囤貨的現象發生 我剛從泰國回來的時候 我自己為了大家不要當 就是大家太擔心了 所以我在這裡 就是一些自己隔離 為了大家 可能香港人以前經歷過沙士什麼的 只要稍微有這種事情 我們都會非常的緊張 好像最近那個衛生紙 全部都是掃光光 米啊 泡麵啊 罐頭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因為那些衛生紙會罐頭 很多食物都是靠大陸這樣運過來 去香港的嘛 如果你大陸停工 你的車 你吃的東西沒辦法送進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上廁所沒有自由 真的真的 所以他們每個都是一個 一個推車 滿滿都是衛生紙 對到家裡什麼 什麼好像 變成家裡好像超市 前幾天不是情人節嗎 然後他們就開始說 現在有情人節的話 你要送口罩 對 送口罩比較珍貴 不要巧克力了 我前幾天回來台灣 然後我發現要翻包包的時候 翻到口罩是一個多麼開心的事情 就是之前 之前買多的口罩放在這裡 天啊有口罩 我有聽說一個好笑的 我的日本的朋友真的很白癡 他以為是看到眼睛就會干擾 神經病 那種是看到眼睛下來了 突然會實話 或者是變成蛇 對這種 我不能看別人對不對 然後我就傻眼 他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因為那個新聞上有講說 那個眼睛也會感染 眼睛會傳染 眼睛也會傳染 所以看到你的手 對對對 有人問話說 就是看著就會感染 那種太白癡 前幾天我們 越南有一些媒體 就不是正統的媒體 然後他們就寫 就是台灣有很多人死了 因為武漢肺炎很多人死啊 怎樣怎樣寫了 其實他那個新聞是講那個H1 H1N1 對對對 那他們以為是武漢肺炎 所以就亂寫了 然後很多人就是 前陣子不是有一個航空公司 從台灣飛到越南就被 趕回來 然後也是停飛了一天啊 對啊對啊 所以後來我們 我的越南朋友 他先發現 在台灣的越南朋友 他先發現 然後在網路上 一直傳 就是截圖 然後傳給我看 然後我們也是截圖 然後在網路上去曾經啊 就是說 我們人在台灣 然後我們發現 這個新聞不是真的 是假新聞 是假新聞 所以後來 後來他們在越南的人也知道 台灣其實是很安全的 我認識的人 在韓國 就是中了這個武漢肺炎 但是他現在沒事了 因為他是隔離大概十天 然後他沒有特別什麼 我聽說是沒有特別的治療 他就是被隔離 然後當然是給他一個抗軍 應該要那些醫院會給他治療的 但是他沒有特別的什麼特殊的那種 好像沒什麼 應該他是第三次感染的人 就是 他說他家人的朋友 是從武漢出差回來 然後跟他們吃飯的時候 他的家人被中 然後他家人回到家裡 跟家人吃飯的時候 就是傳染到 然後 但是他很年輕 二十幾歲 他聽說現在他二十幾歲 是年輕的人 然後他隔離了大概十天後 就沒問題了 然後他就是檢查的時候 隱性了 就沒有那個再病毒了 所以他就是出醫院 所以我朋友跟我分享 所以他跟我說 現在很多韓國人也怕 但是你平常你的抵抗力 面移力很正常的話 其實那個死亡力不高 好像跟流感一樣 我很多醫療方面的朋友說 還好你平常就是 不乾淨的人的話 加長你的消毒 跟衛生方面 多加長的話 大致上 不會那麼可怕的一個病毒 快來訂閱我們 很開心小鈴鐺 阿少爺阿少爺